这是一套曾让毛子的步兵们头发发麻的战术 进入了这样的战局 就算有磁路的支援 双连机枪的火力压制 也难逃被吊打的命运 要不是他们断臂求生 以自己的大炮轰自己的阵地才打了个惨剩 阿富汗战场上 大毛的上百精兵 虽然拼死反击 众火力也完命之缘 但还是被打成了一根毒苗 然而 到了越南战场上 猴子国也使出了这套打法 来对付他的师父 不料 被解放军的一名通信兵一招破解 一阵如长了眼睛般的炮火过后 不光冲锋的炮灰 被轰了个有来无回 防守的战士们更是一个反杀 直接端掉了他们的老巢 那么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打法 为何能让个陆大军 都闻风丧胆呢 解放军的战士们又采用了什么方法 能让一潭死水的山头 变成狂逃害浪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解放军的一个牌 是如何打出山地攻防战的 经典一战吧 请在评论区谈个笑脸 开心一整天 谢谢大家 前面我们讲到 4010120团七连的尖刀牌 一举拿下小曹高地东北侧的 218高地的三号阵地后 接近疯狂的越南老 用大口径的榴弹炮 对着山头清洗了一遍后 直接从周边集结了一个连 分多路同时向山头发起散扑 企图趁战士们立足未闻 一举拿下山头 一排长菜数名前辈 顶着越军的炮火 到每个阵地上分配战斗任务时 还特意交代每名战士 不要着急 等他的命令在集中开火 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果不其然 目睹了刚才那阵炮火后的越南猴子 个个都信心十足 加上他们又人多势众 便一窝蜂般的争先恐后往上冲 眼看离山头越来越近 胜利似乎就在眼前 可谁知 这个还在冒着火星的山包后方 突然飞来一连串的手榴弹 一阵密集的爆炸之后 整个山坡顿时白雾缭绕 断臂横飞 当这火原本冲得正起劲的越军 被炸得晕头转向时 土堆上又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几十号人 几十支冲锋枪 同时冒起了白光 一时间 子弹的呼啸声 手榴弹的爆炸声 与重弹后越军的惨叫声 响彻了云霄 数分钟之后 随着战士们集体停火 这个原本热闹的山坡 一下子又变成了死灰般的寂静 只留下那些有幸没被击中的士兵 全都趴在石头凤里 吓得瑟瑟发抖 但这轮炮灰的进攻 也让越军后方的指挥官 看出了一排的火力分布情况 再次拉出了他们的迫击炮牌 对着三号阵地又是一阵猛轰 同时还命令石头凤里的炮灰 继续向山头发起冲锋 迫击炮的压制 步兵的冲锋 战场环境瞬间就变得恶劣起来 战斗中蔡树宁前辈被弹片击中受伤 但他不下火线 仍坚持在一线指挥 直至再次中弹 光荣牺牲 无奈之下 通信兵海水干前辈 一面用不弹击向营部报告战场情况 一面指引炮兵攻击目标 就这样 战士们在后方的炮火支援下 整整击战了一天 共打退了越军11次冲锋 而越军发现解放军渡江后 用重火力严密封锁了南西河 使得援军与补给送不上来 在高地上战斗的战士们 以一天一夜喂吃喂喝 个个都有饥又渴 但要也即将见底 但他们无一人退缩 如钢钉般的 死死地定在了三号阵地上 随着黑夜的降临 表面上风平浪静 但地底下却是暗流涌动 七连主力 决定借黑夜的掩护 南渡南西河 增援激战了一天一夜的一排 而越军这边 也想利用黑夜做点什么 除了四处集调援军 他们的指挥官更是制定了一套 曾将美国佬打到 闻风丧胆的进攻方案 请看下集 218高地之战三 黄雀在后